你怎么喝这么多 你怎么还不去死 你是怎么会去死一死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去踮踏别人的生活 你凭什么去踮踏别人的生活 我告诉你 我临可死也不会娶你的女儿 师君 是不是我爸爸要解你了 不许再见慢战 不许见慢战 要不然你会怎么样 你会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吗 我喜欢慢战到底有什么错 为什么我喜欢慢战 会惹得所有的人都不高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知道你不在乎那些什么门当户对 但是我们就是身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办法 我可以为了你跟整个家族对抗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 不能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再努力了 你看不出来吗 我为了你 就是想要把龙袋坐好 我就知道 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有了试验 我才可以立志气壮地娶你 到时候 到时候 到时候我就可以把你们全家接过来 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你为什么不懂 你为什么不懂 世君 世君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不过是父亲手中的一枚棋子 只要这场棋局没有结束 我们就不能放弃 只要我们手中还有一笔一足 我们就要坚持到底 就算是我们输了 我们也不会后悔啊 你去告诉胡小姐 告诉她你心里的话 她一定都听得懂的 她一定都会理解的 你去告诉她 只有小孩子才会认错 大人 只能认命